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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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些片段曾經在連我們的聚會裡也有播過 即是私人聚會 在石齋那裡 在石齋那裡 有播過一兩個個案件 有問米的冥婚 好像有播過冥婚 有兩個個案件 因為是私人聚會不怕 但今天播給大家看看 是否第一次的 我記得是否第一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段是第一次的 應該是 是否 是 支持的那部分是甚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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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聽回當時這個人 打去我節目 然後我找他出來 談這件事 不如聽聽他怎麼說 那我和我爸爸 那天就下班了 大約五點六點鐘 然後便去到貨櫃換衣服 我爸爸便在換衣服 我便在外面吃東西 然後便看對面那塊石頭 便看到一個女生的物體 最白色的衣服 有多高 和我… 即是矮尼一點 對 差不多 因為他坐在那裡 他坐在那裡 他看上去便不是一個實體 他好像一個空氣 原煙 是的 好像一個影龍 就是我們夜間的石梟 剛剛做了大約一、兩天 今晚便看到這個女靈體 他也看到 是的 是和我一樣 今天也請到你爸爸來 和我們一起聊聊 你好 你好 聽說連警察也見過這個女靈體 是的 為什麼 是什麼情況 他那一晚 對前一晚 失蝕狀 即是被人偷東西 即是貨櫃 然後第二晚 暴衝我 第二晚 便派警車來監獄 我們 在那個貨廢裡 見到為什麼有人走出來 便衝出來想抓去那一刻 但是 是不見了那個人 就是那個女生 是的 是那個女生 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見到 挺清秀的 是嗎 很清秀 就是穿白色的裙子 就是飛頭三髮 不見對… 現在我們三位靈探員 正身住在 剛才各位工程人員 所見到 有靈體出現的地方 究竟他們 敢不敢認到 有靈體的出現 見到三位靈探員 似乎看著同一個方向 究竟他們敢認到什麼 為何他們有這個異常反應 是 你好 你好 好 現在情況如何 有沒有什麼特別感應 現在暫時都沒有 你看 阿Rex和鬼妹 沒有 鬼妹剛才已經看到了2點幾 就知道 試過是2點幾 是啊 鬼妹試過2點幾 據說磁場探測器 曾經讀到有2.5的MG 這個數據 竟然顯示 靈體竟然出現了在他們身邊 不知道他們 又敢不敢認到 但現在我們看到 Rex和鬼妹 好像很凝重地 傷亂一些東西 難道他們敢認到 靈體已經出現了 但同時間 亦都看到Ann 馬上走過去了 究竟 他們是否同一時間感認到 靈體就在他們前面出現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突然看到鬼妹 好像很凝重 發生什麼事 而另外Rex 亦都好像很緊張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Ann 在身上脫了一條項鍵出來 而Rex亦都是 究竟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現在大概過了15分鐘了 不如我現在再下去看看 他們的情況會如何 好 好 剛才情況如何 是哪個 就是見過一次 然後 就是剛才閃一閃 不是閃一閃 只是整個在這裡 我看到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一開始的時候 站在哪個位置 我看到他就是這個位置 站在這裡 你覺得他是剛才 看到我們做什麼 他有反應 看著我們 是白色 我看不到下身 只能看到這麼多 女生肯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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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他看到我們之後 因為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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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還在這裡 還沒閃 是 還在 然後 然後跟你們 對 你剛才看 對 你是陰陽眼的 你剛才看不到 一下感覺到 是 剛才那個 剛才 頭痛 跟N 那個 也是 剛才那部機 出現了2點 是 在哪個位置 站一閃 站一閃 都是在這裡 一起看著 我們身上 帶了一些布牌 我們帶了一份布牌 所以剛才那個 拆除了出來 我一下站一閃 打算交到工作 現在我們身上沒有 鬼妹有沒有這樣 是 是 一下去的時候 那個人有點 好像 然後那些 壓迫 是 那一刻 是那個位置 已經 走到過來這裡 他說 見到東西的時候 後面 都是 龍兵 你現在去 他習慣靈探的 你覺得這次 是否很實在 站在這裡 見得很實在 真的很實在 不是說 半透明那些 不是 是很實在 但只有一個 但是會不會 因為我們說了給你 知道這個女人 是你有這樣的印象 沒有 OK 嗯 這件事 都真的 回顧回 大概是十年前 應該也有十年前的事 可能八九年 沒有 可能八九年 這件事 他自己出聲 又 恐怖 恐怖 我要先按一下 因為 我們現在 這個 Studio 很多事情 很古怪 最近發生 很多技術的問題 等一下 又斷了一條線 又拼不到一些東西 音樂又可能 自己會 出聲 不是我按的 本來應該不在這裡出的 在外面出 無論如何 不要緊 等外面的同事搞 不知道和我們的氣場 有沒有關係 真的要找一些高齡人士 幫忙看看 這段影片 多謝一位朋友 他說可以讓你們 看回 那我就拿出來 都 有點唏噓 當中有些朋友 都很久沒見了 或者想見都見不到 就有一個回顧 一個恐怖回憶 但這件事 很記得 他們當時 說到很恐怖 靈體簡直是 警察都見到 所以他們是報警的 這件事 關於丁九橋上面的個案 不知道現在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那裡的工程都沒有了 希望可以平息 好 先聽聽這位朋友的電話 阿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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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嘉賓 我想和你回應 今次的嘉賓患了病 以前我男朋友也試過是這樣的 完全一樣 但他不是被泰國師傅 或實太教 他是突然之間出現 他大概出現了 我想是一個多月之後 真的完全進了醫院 那些姑娘 見到 是不敢去抹分之類的 因為他爛得 好像嘉賓所謂 皮 好像碎片 好像蜜皮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掃到整張床 起碼是一個垃圾桶 的底 是滿了 他走就走不了 上不了樓梯 下不了梯 所以他就在教委出血出水 情況基本上是一樣的 看醫生都不行的時候 所有醫生 包括醫院 都說濕疹 塗藥 吃藥 吃類固醇 打針完全不行 有一天 我突然醒醒 是這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 神出鬼屋 因為他已經走不了路 我問人借了一輛車 就載我去荃灣 某個拜泰國佛的廟 去到那裡 拍下一輛車 因為他的臉都很爛 近下巴位的頸 他走得好像人家有重病 那些衣衣 有些衣衣在擺檔 擺一份東西 擺香 他問我 他幹什麼 他撞車 我說他不是撞車 他的皮膚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的衣衣突然就 這樣啊 那你現在不要說那麼多 你現在買一份東西 買四份 因為四面佛是四份 你一定要自己親自走上去 因為那裡有很多級樓梯 你不要扶他或者不要承 一定要自己走上去 然後你在後面幫他拿著 那些寶那些 或者那些花 那些 你叫他上去誠心地說 然後回來 我再教你怎麼做 那他就很辛苦地走上去 因為他痛得真是飆眼淚水 走上去 走上去 走回下來 阿姨就跟他說 現在我集了些草給你 那些草他就說 在廟附近 那些叫臭草的東西 即是有些綠色黃色 粉紅色花仔 那些臭草 他叫我剪回去 他叫我拿去煲水 煲水之後 再剪一角 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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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下去 然後 煲水給他洗澡 那裡他說 夠洗兩三天 那裡 那裡 麗士風也煲了嗎 對 剪了角落頭 把麗士風放進去煲 那個角落頭 然後他再求了一個 泰國四面佛的牌 他又不是牌 總之是四面佛的象 不是那些甚麼牌 甚麼牌 他就不是這樣 然後他叫他 你試一下 你搞定了 你就要回來還神 這樣 就這樣提醒我 嗯 回去 那他照樣洗 因為他其實洗澡是很痛的 那 一直都 擦擦擦擦 但是 不知道為甚麼 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事 三天之後 滑不留手 比我的皮膚更漂亮 三天之後這麼快? 是 不用吃藥 蛤 是啊 我想問那些嬉嬉是 其實是走過路過的 還是做事的 不是 在那裏賣那些紙 即是賣那些花 賣那些佛牌 或者賣那些堡 即是他都有宵夜 賣蠟燭那些 那些 你現在在說荃灣那個四面佛 是的 即是圓圓學園隔離那個 是的 是的 是附近那個 他只有一個 一個就是車工廟那邊 一個就是在荃灣那邊 那邊那個 那時候我試過在那裏拜 只不過我是還神 因為我在泰國拜完之後 我就說 我在香港還神 即是跟泰國說 所以我去過那個地方 但不知道為甚麼 散寧基一足 我突然之間 就甚麼廟都不去 只是去那裏 那就不停在那裏 就搞好 那些嬉嬉有沒有說 其實她是甚麼事 為甚麼會這樣 姐姐就沒有說 不過她姐姐就說 我問姐姐為甚麼會這樣 她說 這些邪風的很難說的 她就沒有說 沒有說很特別這樣說 因為我們又沒有帶 甚麼泰國佛 甚麼都沒有 即是沒有帶那些東西 又沒有特別去拜神 她連玉都沒有帶一塊 突然之間 不知為甚麼 因為當年我住的那間屋 風水是很差的 即是那些師傅已經說過很差 不過我還未搬得切走 因為師傅給了半年時間 即是她不知擺到甚麼陣 你半年之內一定要走 要不然你在這裏住 哪個都病 兩隻狗都有病 這樣跟我說 是的 但因為你的搬都不是說搬搬 那就真的差不多到接近半年了 好像沒有甚麼東西 是不是可以不洗呢 那個心一起 她就有事了 是的 不知是否治療得快 所以清洗的時候清得好了 如果是拖得久 就未必可以這麼快就清到 嘩你真是好運 是的快的真是 你無緣無緣無緣 搞幾天就搞了 是的十時間的 不過她頭尾都一個多兩個月 所有人看到她都害怕 因為老實說真的很難受 即是連醫生姑娘 即是姑娘見到我 你來啊 你拿著我擦藥膏 就立即放下手 走去她 不想碰她 我看照片都覺得恐怖 剛才我看到 是的 因為好像別人那些蛇皮 硬的 硬的 你每一走一下 你的身體就會 好像一陣落雪一樣 嗯 頭皮裡面 連頭髮裡面 都是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是的 那時候的事 真的很好 最後我們真的要回去還神 她真的不看頭地跪了 這樣還神 那就當然了 做回所有事情 嗯 好 那就恭喜她 至少有神明的眷顧 是的 如果找到原因 應該可以好到的 不用擔心 嗯 OK 可能她真的太久了 那就會久一點 那再引證一件事 我們不是叫做迷信 如果真是醫療太久 這些皮膚的古靈精怪 好像不可以 類似這些個案 可以向這方面想想 因為你醫院就進去了 你抽血了 你驗完所有的東西 你只會給我看濕疹 那你都應該正常治療 或者你應該是可以控制到的 他連控制都沒有 是繼續惡化 突然越來越差 那你是有問題的 那我想不到 突然轉了個圈 就走去那裡 那時候你有沒有買臭草醫 有啊 我也有 我真的有 因為她有看中醫 因為 其實看醫生的 醫療程度 是去到 誰說醫生試過 醫療過誰可以 你就馬上可以 然後那些婆婆說 哪一種草可以 你就會試 不過後期 我真的好像 我真的不能洗澡 我普通暖水 或者涼涼的水 一淋下來 我會痛到幾十歲的人 是喊的 真的 不可以用花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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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可以慢慢印一下 引一下 你用花灑你會瘋叫 皮膚更痛 用花灑 對 她會瘋叫的 總之是引一下 引一下 不過那些傘傘說 那些臭草沒有用的外面 她說要在廟附近那些才行 不知道是不是受過香火 我不知道 她跟我說 這些臭草 我通街都有 我都沒有住官堂 她在荃灣 我們當然想說 如果在附近山頭摘到 我就不用走進去 她說 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去廟我們這道廟附近 才有用的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 可能 她已經摘過來給我 我上去拜完 她已經準備了一套餐 她又不是收我錢 是嗎 加上利是角 利是角 是的 她和她又沒有收我錢 即是不要說額外收我錢 只是想求四面罰 她就是收那個錢 其他她就沒有 她好像朋友那樣 來來來來 好像我難得幫到人 這些姐姐又挺好的 是的 但那一刻你真的不管了 什麼都試一下 好 在我們收費時段 就是有些人聽到正 待著下袋 是吧 謝謝你的回應 謝謝 謝謝你 拜拜 這些真是同事天涯倫樂 是的 剛剛好 剛剛有人 好遲 如果現在聽到的朋友 真的有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你可以想想這些方向 有不同方法去試一下 醫生當然要看 但另類的也可以去考慮 昨晚我們嘉賓卡比說了一件事 在元朗雞地 有一間很慢的屋 原來那間屋 她經常都要進去 因為她有朋友住在那裡 男士不停日日都被靈體上身 打了老婆 連家裡放神像都不行 一下子就推走你 厲害到這樣 原來發現那裡 基本上經常都 有靈界存在 她出入口 還有她說 那間零零四四 是一層的 那些升鐵屋 很可能就是 藏了很多靈體 在下面有屍體 然後有人 真的找到一張照片 找到一張照片 她就說 咦 很可能就是這間 因為現在這間屋 已經拆掉了 可能她就找回一些舊照片給我們 這位朋友 聽到節目 叫Andy 多謝你 我估計可能就是在 那個牌子 就是在紅色屋 屋頂樓下的位置 我估計是這樣 即是藍色的那些 前面那裡 這個不是吧 還是那個 不知道 這間 我不知道是哪裏 她總之是很古怪的 有一棵大樹又遮蓋著 我估計是這間 有一棵大樹遮蓋著 她說 旁邊那間 對 這樣 大樹下 都喝氣重 當然 這些屋 直接在樹旁 對 直接在樹旁 對 應該就是這間 雞地 現在應該拆掉了 我想這個位置不會再建設 這個位置 這樣 都不知道建設什麼 這樣 好 多謝你 那位置很小而已 我想起我們之前去過沙基灣 東大街 不是說有一間屋 又是說猛鬼的 那時候就說 不知道 千多萬賣出去的 又是整棵樹 窄住的那間屋 好像兩層是多少 那間 好像是兩層的 是的 我們當時有做過直播的 那間屋 很貴的 曾經轉過手 又是這些風水的問題 好 多謝這位朋友的回應 那麼 那最近還有什麼案子 可以說一下 還有一個案子 咦? 剛才跟志願說起 他說他早點上來 看看有什麼案子 誰啊 他 他有時候上來幫忙 早點上來看看有什麼特別的 即是你們那裡看看有什麼案子 他說上個星期五有一宗案子 不過雖然明明是聽眾 但是可以說一下 他看到他是有冤身債主的 這位女士 他上來求助 那天他是第一個上來的 本來是說 還沒夠時間 然後我說 因為他的精神一般 我說讓他進去 師傅跟他帶走所有的東西 突然間 即是外面的東西都帶走 一開始跟他傳入的東西 突然間他的手 這樣撇我 都說叫你不要騷我 撇誰 即是撇他師傅的手 突然說叫你不要騷我 然後我們就立刻 按住他 突然間 裡面的人就發聲了 那個靈體 靈體發聲 他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 這個女人 她的情勢很大問題 如果不是我在 她已經走了 咦? 即是他幫她? 是的 即是說他幫她 你知不知道她媽媽走了 她的哥哥又有病 其實我知道她的哥哥有病 但我不知道是媽媽走了 然後他說 全靠我經常安慰她 看著她 這樣說 然後師傅跟他說 始終陰陽有別 雖然你是幫她 但是 你也會影響到她的氣場 還有她 其實她已經有些魂魄走出去 也會影響到她 然後師傅說 不如這樣 你可以觀音陰陽去聽經 他初我不肯去 不行 我一定要看著她 不然她會很慘 不然我看著她 就已經死了 然後師傅跟她聊一聊 念經 師傅說 不如這樣 我唸經給你聽 好嗎? 他就說好 然後念念經 然後師傅跟她說 不如你去觀音陰陽去聽經 好嗎? 後來他就想到 不過你們真的要看著這個女生 然後他說好 但在師傅帶她離開過程 她在說 她說:「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這也不錯,她就要交代了,我走了,不看你了 對,她就說:「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那幾聲,她說:「為何要幫她?」 不知道,我沒有問她 她就覺得這個女生很慘,她想幫她 怎麼了?你說? 真的扔了,真的扔了 什麼扔? 我這兩個月,每個星期上去 最精彩的一刻就看不到 這個還沒算精彩 這個真的挺特別,她真的幫她 但問題是,她幫她有時吸了精氣神 這個女人也有時會混混惡惡 還有,皮膚敏感了,一塊塊生氣 都會是 所以靈體不一定是害人 害人的反而是人,可能會是這樣 好了,那就交代一點,好嗎? 說到這個題目,我也知道有些朋友也想了解一下 我先說一點吧 不知道是否叫無妄之災 唉,有張相片 這張相片 我剛剛今早中午時間 有一個聽眾 在我的Facebook 就訊息了我 我看到 看一看,看一看 看下去 嘩,什麼事? 但又看到我在照片裡 但由於 她拍出來的照片 又是簡體的字 又不是全部的字 我就覺得 咦,我不認識的 什麼事啊 我估計可能是否 截圖玩的 我沒有理會 完全沒有怎樣理會 因為我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在我旁邊的照片 那個人 好了,直至黃昏的時候 子宇再告訴她 喂 在Facebook群組裡面 有幾個都分享了這件事 我聽到子宇這樣說 我覺得 是不是有些事太嚴重呢 因為那些群組已經分享出來 那我再檢查一下 咦,那些群組又不見這些東西 因為很可能 其實是一些私人群組 你要加入才能看到 那我就說 好了 那不如呢 既然牽涉到一些字眼上面的東西 我和我公司幾個同事 就決定要去避案 讀一下出來,好嗎 我都不介意的了 因為,對不對 因為明天都會見報的 這件事照計 這個人呢 我不知道是誰 什麼風 就是聯同潘兆聰 什麼灰雄娛 就是騙內地 不知道什麼洗黑錢 不知道騙平州什麼什麼 公屋什麼什麼 希望房署介入 因為他說聯同我 是 就說不知道 這個什麼叫灰雄娛 還有我想起這張照片是什麼 我的確是和這個人拍了一張照片 我想回想 原來我兩年前拍旗的時候 原來當中有一個投資者 真是叫灰雄娛樂 我聽到這個名字 但我不認識這個人 因為呢 很可能那些預約公司 都不知道幾十個投資者 是的 我的確是和他拍了這張照片 那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看到記者會的後面 在記者會裡面 是和他合照了一張照片 是出現過的 完全我不認識他是誰 那我就覺得 喂 有些古怪 那為了自保 那我就 不如去報一報警 下案先 一定要的 是的 我恐慌有些人 不知道什麼頭什麼路 就以為我跟這個人 就是騙人 就是什麼騙人 我都跟記者說 這件事太好笑了 因為呢 你說騙人 其實我是受害者 因為他的製片還欠我兩萬元 你不會說出來 那我不會說 這些製片還欠我兩萬元的 演員費都還未付齊 兩年了 已經是 是的 所以我就生氣 我就 好啊 你搞嘛 我要自保的時候 我要去報警 我覺得應該要做 而且他寫我的名字也寫錯 是的 鮮黑錢 是嗎 無論如何 先做了這件事 但照片的人就是你 那是我 真的有這張照片 我們不能避免 在街上有人說 有時候會拍照 這些記者會 你說你是老闆 我也會拍照 正常都會拍照 誰知道有些這樣的事出現了 那我 很感謝 那些記者朋友 都覺得他想令人知道這件事 就幫我去做了一宗案件 那明天照計就會看到 我跟他說完整件事 既然聽眾很想知道 我也覺得應該跟大家交代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 可能有機會收到這些東西 就以為我做了這件事 這樣 讓大家明白 這方面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是 這樣 純粹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所以不是剛才這樣說 人是恐怖的鬼 鬼未必會害人 剛才這樣說 幫你 幫他 還是照顧他 希望這些人自己 怎樣說 不關我的事 你竟然以為我是參與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如果他也不知道 他也是慘的 他以為我是 他可能也是受害者 他看到這個人 跟他拍照 一定有事 但是你不可以不澄清 這個世界的事情 如果人家越妙越黑 是啊 你不澄清 而且我今天看到的事 我就覺得今天要立刻做 如果兩天之後才做的說話 你就覺得 為何你們第一天不做 你就會被人有抽签的機會 可能是說 身有事也不做 也很感謝太子 即是旺角警署的警察哥哥 幸好他有認到 然後說 你們這些工作人物 經常都要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是 我沒有那麼紅 我只是第一宗 第一宗 很好人 旺角警署的位哥哥 希望我正想問他交貨 不會 對了 好人好事 還有一位 要感謝他 接下來26日 Sindy師傅都會來BBQ 是不是 是啊 我們有一位朋友很好 他在我們樂隊裡 看到他賣一些濕疹膏 我送濕疹膏給你 我送給你 這個朋友做了一些很健康的產品 濕疹膏之類的 我也用過的 他說送幾份大獎給我們抽獎 大家看到了 三十支潤唇膏 大獎有些乳液 什麼精華 爽膚水 那些 洗頭水 很多 全部都是健康的產品 真真正正是植物的精華 會送給大家 好了 希望大家26日 還沒報名的 快點來參與我們BBQ的活動 可以打給我們這個電話 3703-3726 報名的 好了 今晚謝謝師傅 如果想找師傅處理一些靈異個案 也可以打你的電話 988-36714 好 預祝這位朋友 Tim 快點再康復 謝謝 好 明晚再見 拜拜